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些学员进来久了 礼物也拿多了 不吸汗了 也是一天捕鱼 一百天赛网 也是在狭小的空间内 闭着眼睛 告诉自己 告诉别人 他在做钞码 并没有真正的 如法实修的 大有人在 所以要很小心了 每个礼拜告诉你 好言规圈 好言规圈 你听 你不听 其实还是在你 你看我每个礼拜都说 对不对 我每个礼拜都说要 如法实修 但是我告诉你 每个礼拜还是有人依然顾我 还是有人依然顾我 所以这就是自己选择了 我只能告诉你 你看到真正修钞码的人 真正好好运作的人 在一定的时间内 上天都会给他交代 这让他心不变 你再稍微碰一下 然后又丢一下 又碰一下又丢一下 你就很可惜了 那你又何必嘛 你又何必这样 或者是已经得了便宜了 那现在还在那边五四三的 那你更不应该 你知道超码的书胜 结果你是掉以轻心 现在准备享福 你就更不应该 所以一切凭良心 凭良心 帮助自己看着未来的前程 不是在帮 做给谁看没有用 做给自己看吧 所以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你要严格来要求自己 所以所有的东西 就不是你那个小门小灶 有些人小门小灶的可怜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人来找我 我都觉得那你平常在干嘛呢 往前面看他前面的路径 全部都是在那边置机器人 补充一下问题来了 导致救我 怎么救吗 怎么救你 不救你 又不守口德 都是别人错 所以你看这都是一整套 你要往善性的 你就善的循环 你要在那边耍小聪明的 你后面就是走上不归路 所以每个礼拜叫你看看隔壁 你看他都没问题 对不对 你现在又不复合的又看隔壁又没问题 要真的没问题 否则 你后面下一秒的负能量 冒出来找你的时候 不是别人可以帮你 是你平常没有帮你自己 而且你已经跟负能量都打过交道 你怎么会还敢掉以轻心 在那边自己骗自己 而且观念一定要正确 不是别人 感谢 Fehler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